法国愤怒地召回驻美国和澳大利亚大使 周五法国称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行为是 盟友和合伴之间不可接受的 之后宣布召回驱驻两国大使 以抗议美国拜登总统向澳大利亚 提供核动力潜艇的决定 这是法国和美国之间 可追溯到1778年的长期联盟历史上的 第一次以这种方式召回法国大使回巴黎进行磋商 法国马克龙总统的决定 反映了法国对美国所谓的野蛮的决定 和澳大利亚的背后捅刀的愤怒程度 法国外交部长John Yves Le Dream 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一决定是由马克龙做出的 据了解他对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在没有通知法国的情况下谈判达成协议的方式 感到愤怒 澳大利亚桌山取消了一项价值 660亿美元的购买法国制造的 常规动力潜艇的协议 法国外交部长在声明中说 因共和国总统的要求 我决定立即召回我国驻 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位大使 到巴黎进行磋商 Le Dream先生明确表示 法国认为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行为 是严重的破坏了彼此之间的信任 法国主要日报 世界报在一篇社论中说 对于任何人们怀疑的人来说 拜登政府在这一点上 与特朗普政府没有什么不同 无论是在战略经济金融 还是卫生领域 法国都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美国优先是白宫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 所以记住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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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